罗志祥手露面,素颜出镜状态大好,台媒这操作要把人整慎。 前几年,罗志祥因为极限挑战在大陆彻底火了起来,之后连续录制了多档知名度很高的综艺。 节目中罗志祥非常有综艺感,也非常的搞笑深受观众们的喜爱。 但在今年4月下旬,前女友周扬青在微博上发长文,宣布与罗志祥分手的同时, 还检举了罗志祥混乱的私生活,后者的人设瞬间崩塌,成为全网共潮的对象。 很明显的发现,这次与罗志祥一起打球的有台湾艺人王子、毛蒂等人,由于是和朋友一起打球, 罗志祥是素颜出镜,出状态上来看还是非常不错的,还对着镜头做出了一个涂舌头的动作, 貌似已经从阴影中走了出来。 台湾一家媒体,又开始拿罗志祥做起了文章,一篇标题回神影两个月, 罗志祥在玩多人运动的报道出现在这家媒体的网页上, 多人运动是起初内地网友们为了用来调侃罗志祥的, 但是随着这件事热度的下降,也很少有人去提及了, 但是台湾的媒体们依旧揪着这个词不放,显然是有为了博人眼球的意思, 退出娱乐圈之后与友人一起打篮球,就被说成在玩多人运动, 是罗罗的嘲讽,台媒的这顿操作是要把罗志祥给整身的。